那個楊浩阿嬤講到宜蘭 我前天去宜蘭專門去聽一個演講 是一個楊浩博士 那他講的是 一種自然的方法去種植物 那個把水管密布在地裡面 讓根能夠充分吸到水 那根強壯的話 他的那個夜徑就會強壯 那他用一種自然的方法 他自己跑到梨山沒有水沒有電的地方 生活了好幾年開始實驗 那20年了他做成功了 當然還有一些暖房的環境 那他發現那個營養如果充足 植物就會健康 他第一次種出來的高麗菜很醜 一顆小小的很醜 可是煮出來非常甜 從來沒有發現蔬菜是那麼好吃 吃到自己眼淚都掉下來都感動 然後他就開始做這個自然的耕種 然後發現植物你吃掉 包括人吃了健康的食物 你連健保都用得很少 因為他20年的實驗給很多農產 他申請了兩樣專利 但是他沒有再靠專利在賺錢 他把這個技術傳給別人 但是他要能夠控制 免得你在中間出了錯 你的那個土地或什麼就汙染了 他要控制住 然後能夠種出很好吃的蔬菜 又健康 然後連人吃了都健康 那個聽了就非常誘惑人 所以我很想再去請教他 因為我自己家裡自己也種菜 我已經發現我家的高麗菜非常好吃 我在外面不吃高麗菜 因為吃的味道完全不一樣 可是他形容的那種好吃 我自己也想在我家裡面種種看 因為我家裡面也是不吃農藥 那個蔬菜只要有蟲咬 你就會覺得那個蔬菜是很棒的 其實我今天又跑去宜蘭一趟 去那邊看看有沒有地方可以讓我耕種 我去找那個自己想要找一些土地 自己可以做有機耕種 因為我覺得有機耕種是台灣未來很重要的 那我記得資源319有一個新竹物流 那這個新竹物流我覺得是一個很有guts的公司 他找了很多台灣優質的農產品 他把它買下來賣到大陸 但是他的買法是我先跟你訂 然後出來我就全部的錢先給你 我先買了 然後他自己去大陸推銷 那我相信這個公司他一定會成功 因為好的蔬菜 尤其是台灣生產你到那邊去 蔬果可以賣10倍以上的價錢 那有這樣的廠商農民也很安心 因為不管中間運輸的損失什麼的 他已經先交了錢給我 讓農民先賺 這個新竹貨運 我發現新竹貨運 是一個很厲害的公司 那有這樣好的公司 其實是一個台灣農民的福利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我也希望能夠 讓我們台灣的農民 因為你看到這個污染那麼嚴重 怎麼樣讓我們土地變成無毒 然後能夠發展出 他叫天域農法 那個耕種的方法 能夠耕種出最健康最好吃的農產品 連人吃了都會健康 如果有那樣子的東西 我相信台灣每一個人都想買 而且你整個普遍發展 這個東西不會更貴 他只會更便宜 那希望我們連我們自己要做網站 我們也希望幫人家推廣這個東西 雖然看起來是一個理念 但是我希望能夠實現 讓台灣的農地復活 而農民也不是靠補助金在過程 因為補助金也不過是一萬多塊 他要去做工 還不如把自己的田照顧好 有好的農產品 他可以賺更多的錢 更能夠生活 那我希望這是一個良性的 因為科技產業在我們這裡 已經顯見他沒落 他會掉下來 說不定會再起來 但是還是會掉下去 可是農產品不會 他是台灣最重要的生命的來源 這個今天就是因為我覺得看到那個 看到陽光阿嬤這麼努力的在發展這些自然能源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 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本來在我的行程裡面 今天我人已經不在台灣了 我去年這個時候也 飛到美國去找我弟弟 因為我弟弟在美國一個南方很小的鎮上 非常寂寞 我答應他說每一年到聖誕節之前 我跟我姐姐幾個人 飛到美國南方去陪他過聖誕 所以我本來在計畫中 今天上午五點鐘就出發 到美國去大概一個月 所以我那時候想說 這個不要合適五六運動 大概最寒冷的那個冬天 我就沒辦法陪大家過了 後來家裡有一些事情 我自己盤算了一下 我想我就不跟我家人去美國了 所以今天可以來到這邊 看到還有那麼多人 然後又看到那麼多銀帳 我猜這個銀帳不是我們的 可是怎麼那麼剛好呢 是教練用秋香的票換來的 真的嗎 對對對 所以很高興今天還是能夠陪大家 在寒風細雨中度過 2013年就要過去了 其實我們到2014年會發生很多事情 包括說我自己有看到很多 正在進行的一些電影 正在準備拍攝的電影裡面 有講到台灣土地的問題 東海岸這個美麗灣的問題 有幾部電影已經拍好了 所以明年2014年 在電影方面或者電視方面 有很多會跟台灣公民運動的議題 有關的東西 很多人問我們說 你們一直在這邊每個禮拜都不走 有什麼影響力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一直在逼政府 讓他知道說有一群人一直在抗爭很多事情 這個影響力很難很難說結果如何 如果能夠逼到政府做一些改變 比如說對於污染土地的 最近各位看到了 那個看見台灣電影 那個紀錄片播出之後 台灣很多土地問題 污染問題 還有那個山林爛肯問題一個個出來 我們至少會逼政府改變 如果政府變得更好的話 也是我們的目的 如果政府變得越來越糟的話 他可能會被換掉 不管怎樣政府做跟不做 我們的力量都會一直出來 所以非常感謝大家 我們一直在這邊堅持 然後明年我們的議題會更多 那主要是大家都願意來這邊支持我們 我們要面臨的是一個更寒冷的冬天 因為現在才12月底 最冷的冬天是1月跟2月 那我很高興我計畫改變 能夠陪大家一起來熬過最寒冷的冬天 我想到了明年 跨國明年之後 各位一定會看到很多希望 就像我剛剛講說 不管從文學也好 電影也好 電視也好 或者社會運動也好 我可以預計2014是一個很豐收的一年 因為2013我們這樣熬過來 大家不要認為說沒有用 就是已經看到整個社會一直在蠢蠢欲動 所以謝謝大家 謝謝